闖紅燈結果撞上了客運 高雄一名騎士疑似攤快闖紅燈 迎迎撞上準備要左轉的客運 不但人撞摔在地 機車還倒投災 靠在客運的後方 而另外在國道上則有小貨車 疑似變寬車道不慎 跟轎車發生了碰撞 對方更是失控 撞進內側護欄 轉了一圈停在路中央 場面相當的驚險 但馬路上客運準備左轉 還沒通過路口 卻有機車突然衝出 一面撞上 只見騎士當場重衰在地 機車甚至逗逃災 靠在客運後方 從另一個角度看 撞擊瞬間 車可破碎 零件當場噴飛 一片混亂 客運司機趕緊下車留戒 其他擁路人也嚇得 頻頻回頭查看狀況 事故現場 就見機車車頭全撞爛 遺墊也噴飛 車子殘骸 靠著客運90度倒立 事發在25號晚上7點多 高雄橋頭區 22歲的犯新騎士 行進成功入食 疑似攤快闖紅燈 這台撞上 正準備左轉的客運駕駛 受到猛烈撞擊 男子多出骨折 經急救啊 目前生命跡象平穩 另外在國道上 也同樣有驚險車禍 大貨車打著方向燈 準備向右切 不料卻與白色轿車 發生碰撞 這件轿車一次失控 撞進內側護欄 冒出白煙 隨後又向後倒退路 轉了半圈便逆向 眼看車頭對車頭 後方駕駛下的 趕緊停下 事發在24號早上9點多 國道1號南向289.3公里 台南新營路段 大貨車駕駛 疑似變換車道不當 這才釀貨 好在事故沒有擴大 本件事故無人受傷 開車起車還是得多加注意 避免損人又傷劑 記者高雄台南綜合報導